成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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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想改变世界的时候 才会发现个人的力量 是多么渺小 圣女为民众付出了一切 可换来的 却是无情的镣铐和角锁 世界如此混沌 他既不公平 也不合理 他迫害英雄 滋养恶雷 丑陋遍地 美好无足 世界的恶力就有恶神来斩断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好 这是他和女人之间的距离 这是世界对他的无情反叛 但他的心里 绝不会引起来 在这边的心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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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可怜 活下去 TOO MUCH OF THE PAST For one to memorize Too many words remain For one to read through the lies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crowd Float the world and paradise Along the path of time Every night brings a dream of the day The endless flame Cave me away All the rest will be done I will never trust this made Everyone has their own desire Leading to the ultimate I will never trust this made I feel too long to end and pray I feel too long to end and pray I feel too long to end and pray I feel just a drop of water suffices Still I wish to embrace the world with my though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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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人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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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終於結束了。 我和你一人都在一起。 接下來, 我還要去見長光小姐。 還好, 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早, 可以慢慢過去。 我和你一人都在一起。 唉, 最近有些忙得過頭了。 不知不覺, 已經過去這麼多天了。 天命總部依舊平穩地運行著。 所有人都像以前一樣, 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只是變得稍稍忙碌了一些。 這幾天發生的事, 就像一連串朦朧朧的幻覺, 讓人沒有實感。 就文件上的簽名, 就總部的書房, 牆上的掛畫。 每次看到他們, 我總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情緒。 說不上是悲傷, 也談不上是遺憾。 就好像, 心裡總有一個莫名其妙的線, 在不經意間偶爾牽動幾下。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有種恍惚的感覺。 也許再過一段時間, 那個人就會出現在另一個地方, 再發佈一段視頻, 再雲淡風輕地搞出一張大新聞。 就像那天, 他向全世界的人們高調宣布卸任一樣。 不, 我正在想些什麼。 爺爺他的確已經…… 呃,糟了, 應該在上一個路口右轉的。 這下要繞遠路了。 得莉莎大人。 是琥珀? 過去和他聊聊吧。 得莉莎大人。 今天的會議 進行得還算順利嗎? 得莉莎大人。 今天的會議 進行得還算順利嗎? 嗯, 還在日程上的問題 都已經解決了。 得莉莎大人。 別擔心, 無非是一些例行公事的流程, 沒什麼順利不順利可言。 不過話說回來, 琥珀你怎麼在這兒? 我還以為, 你今天一整天都要留在舊書房那邊整理資料。 那些工作我已經做完了。 呵呵, 不愧是琥珀, 還是一如既往的高校呢。 總之, 這些天多謝了。 如果沒有你幫忙, 我恐怕很難在這麼短時間內 熟悉爺爺留下的那些文件。 得莉莎大人, 客氣了,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說實話, 我一直很好奇, 琥珀你究竟是怎麼做到在短時間內 把那麼多工作都處理完的? 嗯? 但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處理這些事物啊。 那些資料都是我熟悉的, 整理起來或許會比其他人輕鬆不少吧。 我會預先估算工作量, 根據優先程度進行安排。 工作做不完的話, 只要加班就好了。 下去, 已經有 weg了。 對不起了。 我將就是同行來的。 和一般開始旋律。 才能夠擋伸。 我當初是這麼多, 其實都是我們。 只需要注意而休息。 知道嗎? 我只能做個遊戲。 基本上用來的, 其實始終是一切。 已經大家起到大部分。 沒什麼事。 德莉莎大人,你难道忘了吗?我是仿生人,是不会因为工作而产生疲劳感的。 那也不能一整天都在干活呀,仿生人也是要休息的吧,就像机器人也需要双润滑油一样。 好的,湖泊记下了。不过,更需要注意休息的,应该是德莉莎大人才对吧? 我最近需要重新评估的报告,比网人多出许多。我已经好几次在后半夜,看见您在阳台上思考问题了。 诶,想不到湖泊你,居然会注意到这个? 只是习惯了而已。以前,我每次经过书房的时候,都会专门留意一下。 我一直在工作到半夜,还会临时起义,叫我去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不认为其他方面的事情不谈。怎么说呢?她的确是个很敬业的人。 从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上来说,德莉莎大人也是一样的。 对爷爷来说,搞定这些工作多半有刃有余吧。 现在的我,只能尽量处理眼前的事情。在离开这座小镇之前,能多做一点事一点。 毕竟,明天修伯利安就该返航了。 之后,许多行政上的事,还是得拜托你和莉塔。 原计划的返航时间? 哦,明天的确是明天的。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人一忙碌起来,时间就转瞬即逝了。 哦,人一忙碌起来,空气就转了。 我去除了,我去除了,我去除了。 我去除了,我去除了。 我去除了。 这些天大家都辛苦了,要是有条件的话,湖泊,等这段工作结束之后,找个时间给大家放个假吧。 好的,我会尽量安排。 对了,德莉莎大人,您现在不赶时间吧。 嗯,除了之后要去见下长光,应该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了。 嗯,德莉莎大人也要去长光大人那边吗? 是啊,她打电话说要宣布一些重要消息。不过,现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早,也不急着过去。 长光大人对我也是这么说的。我正准备利用中间的这段空闲时间,去寻查一下小镇的现状。 您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科罗斯腾比以前热闹了许多。 难道德莉莎大人有空,如果您愿意的话,在返航之前,和我一起在小镇上逛过如何? 好啊,说起来,我之前都没有留意过这座小镇的变化呢。 那边好像很热闹。走吧,琥珀,我们过去看看。 我记得以前这个地方是家书店,什么时候变成纪念品商店了? 应该是早些年前改建的吧。 记得天命总部搬到福空岛之后,科罗斯腾曾尝试转型为旅游渡驾区。可惜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转型为度假区未必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出转型的队פ直播 mitigation。 好啊! 爹爹他应该不会料到 他向全世界放松的卸人视频 会给小镇带来这样的机遇 大家不要着急 纪念品还会补货 大家先排队 我们已经等半天了 说好的马上就补货呢 就是 你打算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十分抱歉 还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前面那个努力维持秩序的女武神 是苏珊娜吧 她看起来好像有些力不从心 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好 苏珊娜 怎么了 太好了 是德莉莎大人 嗯 我 我破大人也在 对不起对不起 我正在努力解决问题 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别急 你先冷静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 是纪念品商店的一箱存货找不到了 店员说可能是运输的途中 不小心落在了什么地方 我在附近找了一圈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那些纪念品可能遗失在了其他地方 但现在店员人手不够 有客们的情绪又很激动 暂时抽不出人力去更远的地方寻找 果然 总感觉类似的对话 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你留在这里维持秩序 我帮你去找吧 是这么好意思 不用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明明是我的工作 却让德丽莎大人来帮忙 实在是太对不起女武神的身份了 再这样下去 我的年终考核成绩一定会不合格的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放心吧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一起给她画个圆满的句号吧 你的成绩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的 对吧 葡萄 从目前的情况看 苏莎娜小姐确实需要一些增援 这真的可以吗 那就拜托德丽莎大人了 丢失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木质箱子 大概这么大 上面印有科洛斯腾纪念品商店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回来 麻烦你继续稳定游客们的情绪了 是 德丽莎大人 木箱上印着科洛斯腾纪念品商店 应该就是她吧 糟了 木箱里空了不少 那些纪念品 可能散落在附近了 再继续找找吧 祝福面具 无损真品 这不是之前那些 奥托复制人带的面具吗 包装袋背面 还有文字介绍 这些面具出现的原因 迷你德丽莎主角 这 这都是些什么啊 总之 还是尽快把他们都收集起来吧 箱子装满了 应该没有落下的了 尽快回去吧 给 应该就是这些吧 是的 终于得救了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德丽莎大人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了 好了好了 快把纪念品分发给游客们吧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是 你们快看 前面的那个人 好像是德丽莎波卡利斯大人 就是他没错 那天在新闻里说的 前任天命主教指定的继承人 可我听小道消息说 德丽莎大人拒绝接受主教一职 他有别的打算 确实 过了这么久 天命还没有举行主教加冕仪式 该不会是 管他呢 反正德丽莎大人 现在不就在我们眼前吗 德丽莎大人 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德丽莎大人 请给我签名 德丽莎大人 我是你的粉丝啊 这个 德丽莎大人 德丽莎大人 围过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德丽莎大人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比较好 德丽莎大人 游客朋友们 新的纪念品终于到货了 老板说了 客人们等这么久 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 所以现在限时特价 买迷你德丽莎主教 赠送超级德丽莎主教巨人 多买多送 限量50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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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交给苏珊娜吧 总算是从人群中急出来了 这些流言怎么越传越不对劲了 我从来没说过拒绝担任天命主教啊 这些流言怎么越传越不对劲了 这些流言怎么越传越不对劲了 我从来没说过拒绝担任天命主教啊 嘿嘿 毕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主教继任就应该要举办盛大的加冕仪式吧 我虽然明白您的决定 但如果德莉莎大人希望 我们也可以举办一场形式上的加冕仪式 相信到那时 这些流言蜚语会不攻自破 哎呀 琥珀 你就饶了我吧 以我现在的身份 实在是不适合举办什么加冕仪式 毕竟我还暂时率领着独立运作的极东支部嘛 听力系统内的工作 我还没法完全接手 像爷爷那样娴熟的应对媒体 我也做不来 客观来讲 我不是一个符合大家预期的主教 而且我也不想循着爷爷的脚步学足势旅 我明白 您会走出和奥托主教不一样的道路 我想淡化天命主教这个概念 做一个尽量不干扰大家工作的幕后支持者 而且我更希望人们以后提到天命时 想到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值得信赖的团体 而不是主教这种个人化的符号 德莉莎大人 或许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您已经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主教的角色了 所以我们将是否也能够认为 您可以勿余的一切 但是我们也没有意识到 您的意识到 您可以做一些训练的练习 您的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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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极东支部这边还有更多需要我亲自参加的工作。 好在总部已经渐渐归于稳定了,往后的日子得辛苦你和大家了。 放心吧,德莉莎大人,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而且,在之前几个月里,天命其实也已经习惯了远离主教的运作模式。 当然了,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哦,每天的工作二十小时以上是不行的,至少对其他人来讲不是个好的示范。 好的,德莉莎大人,如何更有效率地分配日常工作? 我会和尤兰戴尔大人,还有丽塔大人一同探讨这个问题的。 好了,为了避免再次引起慌乱,依我看,我们还是去人少一些的地方。 等等,前面的老人家似乎腿脚不太方便的样子,我们先过去帮一下忙吧。 老爷爷,这坡道不好走,我来扶您吧。 哎呀,瞧瞧,多懂事的一个小女娃呀,我之前怎么没在镇上见过你啊? 我叫德莉莎,之前接您去避难的时候,我们见过面的。 想起来了,今早来借面粉的小丫头。 这回面粉够了吧,要是还不够啊,就去对面的广场找你叔叔。 糖啊,油啊,哎呀,他那店里什么都有。 回去跟你妈妈说,这几天人家帮了咱们那么多忙,咱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他们,啊。 老爷爷,似乎把我认成其他人了。 小丫头啊,爷爷爷跟你打听个事啊,我之前散步的时候听人说,奥托大人又有好多天没露面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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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退休之后,去云游四方,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他…… 他…… 不回来了 那新主教定了是谁吗 之前好像说过一个叫得什么什么的大人 都过去这么些天了 怎么一点后续消息都没有呢 你说说 这说走就走了 你看看 这道这么陡 新的主教也不知道是谁 以后要是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 还会有人来管吗 这里的路确实太古老了 回头还是想办法设立一些辩明设施吧 老爷爷 您别担心 我们会想办法帮您解决的 吃饭 你的好意 爷爷心凉了 我这还有事 回头再上你家吃饭 我得赶紧把这东西还给那个姑娘 现在的年轻人 也不知道急着干什么 走得那么快 东西掉了也不知道 这个钱包的样式 我似乎有心一下 是哪个女武神的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可能是苏商大人的 这样啊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老爷爷 您腿脚不方便 不如我来帮您还吧 不吃了 不吃了 我得抓紧时间 不然追不上了 我帮您还吧 那可太好了 那姑娘就在前面 你跑得快 肯定能追上她 放心吧 老爷爷 我一定会把它交给施主 你好 李苏商小姐 这是你丢的东西吗 正事正事 我正在找她呢 多谢多谢 又欠你个人情 我出门前 特地把它好好 揣在了身上的 结果还是丢了 这身衣服 口袋也太不结实了 不用谢我 是一个老爷爷捡到的 他腿脚不方便 拜托我帮忙送过来 那还得劳烦你 带我向老人家道个谢 我大概不方便 再折回去了 苏商大人 还是决定要离开这里吗 是啊 已经养了好几天赏 再不出发 身子可要秀掉了 那么 需要为您安排一两位 随行人员吗 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别别 我还没想好去哪呢 可别耽搁了人家 还是一个人吧 也更自在 对了 我听街上的人说 他们平时都坐一种 长长的车子出门 你们见过吗 是说火车吗 是说火车吗 是什么 在铁轨上行驶 速度比飞机慢 沿途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 对 对对 就是他 好 决定了 就先去他们说的那个什么义阵 坐火车吧 要去维也那火车总站的话 首先需要搭乘在地下行驶的地铁 从这边的路出发 应该会近一些 不过 无论是地铁还是列车 都需要在出发前确定目的地 你想好 要去什么地方了吗 还没有 但也不打紧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听说还有个什么 什么神州班列 从这里一路坐回老家看看 好像也不错 我还没想好呢 我还没想好呢 看心情吧 您在总部生活得不习惯吗 不是不是 怎么每个人都是这反应啊 这里吃的喝的都和我心意 大家带我也很好 这段时间我过得可开心了 只是 你看那天上的云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不会只在在一个地方的 对吧 人也是一样的呀 跟罗差人的承诺我已经兑现了 之后要做什么 我也没仔细考虑过 既然如此 就先和以前一样 去尤利四方看看吧 无论在哪个时代 我还是我呀 比安卡姑娘还送了我一本书 作为菱形的礼物呢 虽然我还没看过 那就是这本 维洛纳二绅士 是翻译版的莎士比亚作品 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翻阅的痕迹 说到礼物 我还要托你们帮个忙 若是方便的话 这盒点心就帮我带给吃渊师祖吧 就当作是我对太师傅的一点赔礼 我还没看过 现在应该叫他扶华才对 好的 不过有我们转交 真的合适吗 总觉得 你还是亲自交给他比较好吧 嗨 太师傅他已经开始了新的人生 我就不去打染了 若是有缘 以后自然还会再见的 话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聊天吧 是啊 怎么了 人们都说罗差人的孙女性格和他完全不同 但要我说 何止不同 你可比他好太多了 或许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可惜时间不多了 我也差不多该起程赶路了 虎婆姑娘 虎婆姑娘 得莉莎 咱们后会有期 他一个人 站得没问题吗 苏商大人的确有他自己的智慧 就像他刚才说的那句神中谚语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不是吗 走吧 我们把他的礼物捎回修伯利安 只是不知道这个时间 浮华他在不在那边 哇 是的丽莎姐姐和琥珀姐姐 你好呀 阿妙 你怎么一个人拎着这么多食材呀 家里的黄油和牛奶不够了 阿妙帮爸爸妈妈买回来 阿妙真厉害 已经能帮爸爸妈妈跑腿了 嘿嘿 走这么远 一开始有点害怕 但妈妈说 现在有很多和琥珀姐姐 一样厉害的大姐姐 在守护镇子 所以我就不害怕了 可是 德丽莎姐姐 你们要离开这里了吗 我听爸爸妈妈说 明天那艘大船就要飞走了 是啊 就不能一直留在这里吗 德丽莎姐姐来了之后 镇上就变得好热闹 连晚上也有很多人 街道上的路灯都亮亮的 如果德丽莎姐姐留下来 这里一定会变成更开心的地方 就像游乐园一样 要是小镇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游客 和各种好玩的表演就好了 哦 对了 还要有很多很多的糖果 不过妈妈也说了 姐姐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 和以前的镇子一样 需要有人去让那里变得更好 所以 德丽莎姐姐不用担心这里 去把全世界都变成游乐园吧 阿妙会每天看新闻 当个好孩子的 谢谢你 姐姐会加油的 对了 阿妙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还有好多气球 是家里要聚会吗 嘿嘿 是秘密 爸爸妈妈说 这是给大家的礼物 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啊 说起来 这只橘黄色的气球 刚才还飘到了树上 幸好遇见了福华姐姐 我还没看清 姐姐一下子就把它摘下来了 福华 他朝哪个方向走了呀 我记得是那边 谢谢你 阿妙 走吧 琥珀 我们去把宿伤的礼物 交给福华吧 等一等 德莉莎大人 我想 我还是送阿妙回家吧 也好 虽说小镇已经安全了 但放置小孩子一个人 果然还是有些不放心呢 而且 这也是您对我说的 不是任何人安排的 不属于任何公务内容的 只是自己想做的事 对吧 好呀 那 阿妙 琥珀 我们就在这个路口 说再见了 拜拜 朵琳珀姐姐 原来如此 琥珀她也变了呢 虽然微小 却也坚实 把礼物交给福华之后 就去长光约店的那个地方吧 薛园长 你找我有事吗 啊 没有没有 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 来 给你这个 这是 糖果盒 我刚才 遇到了李苏珊小姐 她拜托我 将这盒糖果转交给你 说是她的一点赔礼 还说什么 不想再打扰你之类的 难怪这些天 一直没见着她 苏珊 她现在在哪儿 她刚才说要离开小镇 去看看这个时代的世界 估计现在 已经在地铁上了吧 也不知道 她有没有学会手机和信用卡的用法 她还说要坐火车体验一番沿途风景 可是去连目的地都没想好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不必太过担心 薛园长 苏珊她毕竟是习武之人 过去常年行走江湖 她的适应能力 或许比你想象中要强上许多 对她这样的人来说 生命 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远行 意义在于沿途和不同的人相逢 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相比之下 目的地是什么 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还真是洒脱呢 是啊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活法嘛 这么说来 这些天也确实辛苦你了 薛园长 没什么 我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希望没有给大家造成困扰 这段时间 无论是逆伤的博士们 还是天命的不灭之刃 大家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虽然彼此的立场略有差别 但在对抗崩坏的方式方法上 大家的目的和手段都是趋向一致的 所以 真正令我在意的 始终是世界蛇那边 凯文 我们似乎早在战斗开始之前 又和奥托有过接触 但现在 世界蛇器没有干涉我们的行动 也没有阻止奥托的计划 这不符合他们的作风 除非 除非 世界蛇 不 凯文 他在等待什么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世界蛇现在不采取行动 不代表他们没有计划 不如说 或许他们的计划早已成熟 无需在节外生枝 如今凯文不再贸然参与任何时间 这多半意味着 他对这个时代已经足够了解 并且成诸在胸 圣狠计划 也许他最终会呈现的形式 将与我们在天穹市和长空市经历的那些情况 截然不同吧 也就是说 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真正的深水区了吗 我们虽然阻止了奥托危害现实世界 但依旧还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 奥托自称超越了律者 这究竟是他的一面之词 还是另有他意 他做的这一切 又是否会影响 与律者相关的经验规律 说到底 这个时代的律者究竟由何而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需要时间去思考 推测 检验 总觉得 我们说不定是从爷爷 不 奥托那里 接手了无数的麻烦事呢 坦白说 现在我更加搞不清 该如何称呼他了 是像以前一样叫他爷爷 还是该和其他人一样 称他为奥托 好像都可以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个称呼 就能概括解释的 学院长遵从自己 每时每刻的心境便是 奥托的执念 促使他策划了这一系列事件 可也正因为他的执念 让他在对抗崩坏的道路上 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富有价值 甚至独一无二的东西 任何人的人生 都无法从某一个孤立的角度上 被单方面评价 他所做的事 无论善恶 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了痕迹 而怎么对待这些具体的痕迹 才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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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要去长光那一趟,时间差不多了。 回头见,福化同学。 回头见,许院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这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吧?辛苦了,辛苦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来,这里面全都是第二神之剑《牵戒一城》在10月14日的使用报告。 转录数据大约10亿GB,总计2718块特种磁盘。 里面包括了奥托先生,攫取《律者全能》,打通虚数空间,连接虚数之数的全部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箱子里竟然全都是吗?真是可怕的数据量啊。 不过很可惜,由于在最后的虚数重整化中,《牵戒一城》本身也受到波及,所以与那个瞬间相关的数据也许不够可信。 我听说,《牵戒一城》本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这个嘛,虽然奥托先生的确颇为粗暴地使用了它,不过万幸的是, 一切都还在可修理的范围之内。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我之前还担心长光大人把大家都叫来一处,是要宣布《牵戒一城》的报废通知呢。 这是什么玩笑话?大块头的神之剑不会那么脆弱啦。 可是,长光,如此一来,你把我们全都叫在一起,难道只是为了搬运这些报告和资料吗? 虽然他们的确体积惊人。 那当然不是啦!我怎么好意思让大家去干装卸机器人的活呢? 。 事实上,有一件事我必须对大家坦白。 丽塔,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 。 我注意到的是,终归只是猜想罢了。 你想告诉大家的,当然应该由你自己讲述,长光大人。 嗯,确实,你说得对。虽然这些事情本属于你的专业范畴,但实际扮演了相应角色的人却不是你,也不是琥珀。 。 我坦白。 严格来说,我从来没有被奥托先生炒过鱿鱼。 在10月14日的突发事件中,奥托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项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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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叙数重整化的思想,告知拥有空间全能的Kiana,帮助她找到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一切。 当然了,你们也知道,即便抛开其他所有的因素,奥托先生的种种计划也足以将我的好奇心牢牢吸引 所以,为了确保最漂亮的那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我做了一些事,好让事件的发展符合预期,而不至于拐进其他计划的轨道 比如说,提醒大家复活一个人的可行方法,比如说帮助假冒的奥托先生赢得大家的信任 又或者告诉优兰戴尔,奥托打算毁灭世界 以及帮助大家寻找克服约束全能的办法 也就是说,你帮助我们是为了在最后传达与叙述重整化有关的信息 而这一点,是奥托计划中的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 当然有一部分事情完全不能算帮忙,应该算添麻烦,甚至是挖陷阱才对 换言之,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会从侧面去帮助奥托,实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表演 对不起了,比安卡 在录下那段信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奥托先生会把你放逐到叙述空间了 虽然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那些困难 但这终究有为正常的伦理,有为朋友之间的信任 我承认,但凡牵扯到好奇心相关的话题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被称为好人的家伙 再造一个世界的技术 这样的愿景对我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所以,奥托当时放出的威胁把世界倒退回五百年前 那的确是认真的 但如果真的走到了那一步,最大的得力者只会是世界蛇吧 毕竟比安卡的经历也证明了一件事 圣痕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超脱世界的存在 圣痕觉醒者,他们自然也能像律者一样 在虚数的洪流中保全自我 果然,像我这样的存在也是那个圣痕计划的衍生物之一吧 好了 太深奥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之后我会好好把相关内容整理成综述报告的 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总之在整个事件中 我不是诚心诚意在帮助你们的 所以 琥珀 作为纪律机关的负责人 你想怎么处罚我都可以 我绝无怨言 怎么 虽说坦白从宽 但我也不觉得帮你们整理完这些数据 就能将功折罪啊 放心吧 我可是早都做好体验监狱生活的心理准备了 反正在高墙里也有读书做研究的机会 对于你对这些数据 你对了 你对了 我不是要 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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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了 我对了 你对了 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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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了 你的做法…从程序角度来说,只是选择恰当的时机去说实话而已。 而从结果上看,你也帮助了大家,为解决事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我的这些行为的确不适合后来者效仿,不是吗? 以前对这类事情,奥托先生可不是这么处理的。 但属于奥托主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长光,如果你真的心有愧疚,就留在圣遥504研究所,继续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吧。 仙剑衣裳还需要你。 哇,这可真是不敢当了。 你不愿意接受吗? 不,那怎么可能呢? 只是,你的确拥有和奥托先生完全不同的一种气度,奥莉莎主教。 然而,从对不起比安卡的角度来说,请至少批准我放弃今年的全部薪水。 否则,即使是我这样没心没肺的家伙,也会良心难安的。 这一点我接受。 长光,你的某些行为也许暗含欺骗,但他们最终还是促成了好的结果。 不,我不认为这足以毁灭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啊? 对哦,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笨蛋呐。 。 你应该不会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吧,长光大人。 谁知道呢? 总之,既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大家就原地解散吧。 但站在这里也怪怪的。 我应该不会今天才会有弊强的。 你不认为那些小仙。 甚至是这样。 你不认为这种自然之间的地道。 既然才不得了。 等下,杨com的作品。 是啊,ливо,我认为那些人的权力! 至少批准我心理性能力。 既然你自己的嫌弃我,是从乎你死大战的。 大人,请留步。 琥珀,有别的什么事吗? 德莉莎大人,这些是小镇居民自发制作的面包和苹果卷 他们听说修伯利亚明天将要返航,就大家一起做了些食物,坚持要送给你们留在路上吃 诶,这怎么好意思? 您就收下吧,居民们给天命的女武神和工作人员也送了吉兰 这些都是大家的心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件事不是最容易的。 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唉,所以说还是现代科技最方便。 你不是天才黑客吗? 有办法搞到世界社总部的桌记号码吗? 你认真的吗? 你认真的吗? 开玩笑的,你不会当真了吧? 亚依心里想的什么? 就算不说,我也知道。 对抗支配律者的时候是这样, 和奥托战斗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我,帮助我们。 我怎么能输给他? 我不能输给他啊。 那就先从生活技能开始吧。 收拾和打扫交给你了。 不如你先回去休息了。 我只会不见过。 你还没想到。 你不想到。 我还没想到。 我只会走。 我只会走。 你还没有。 你还能输入。 你还没想到。 我只不在。 你还能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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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希爾去幫特斯拉博士採購實驗用品了 蓉莎莉亞和莉莉亞去了莉塔那邊 說是不要些紀念品帶走實在太虧了 這樣啊 雅鎮上的居民送了一些麵包和蘋果卷 等大家都回來之後再一起吃吧 哇 聞起來好香啊 不知道希爾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呢 算算時間 應該差不多了吧 再準備點咖啡和茶吧 剛好可以和麵包一起吃 好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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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不在一起吃东西了。 是呀,就当作是久违的下午茶时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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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君豪像是想起过后的事, 教训是在那里来的小战场。 有吗? 如果幽兰戴尔大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 maidens你一定有什么新事了。 Jun,你的鬼伟…… 詞曲者,杜磨,奧 斯 如可安 詞曲的ình率 饒助人 恋愛,是如可安 你拒絕你仍然存在? 你推得奧徒主教不在了嗎? 。。。 是我的事。奥托大人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 人就是一条中江汇入大海的河流 河流越是流向大海 就会越浑浊 但也只有大海 能够容纳浊的河流 而仍然保有自我 河流吗 的确 它流淌过了五百年的时光 泥沙巨下 但它最终超越了这一切 走向了那个不属于善恶的彼岸 我曾认为自己足够了解它 明白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 可现在 我却感觉到自己反而对它一无所知 这也有你自己身世方面的因素吧 你是齐格菲卡斯兰娜和西西利亚沙尼亚特的女儿这件事 我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 一开始 难道说 从我们第一次正式打交道的时候 嗯 毕竟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在奥托大人直属的特务小组里 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 如果你想聊聊这件事的话 不妨和我说说吧 我 坦白说 当初在圣恒空间得知这个秘密时 我的心情很复杂 不是对信息的内容感到难以置信 也不是因为突然得知这些东西而觉得困惑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几个人 齐格菲 奇亚娜 还有一直照顾奇亚娜的德莉莎她们 对她们来说 这个秘密被藏得太久了 久到 她已经变得过于敏感和复杂 如果公开的方式不当 反而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 我决定让她继续成为一个秘密 直到所有人都能重聚 直到实际真正到来的那天 果然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人着想呢 莉塔非常清楚 幽兰戴尔大人不愿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的考量 但正因为如此 莉塔也必须让幽兰戴尔大人知道 我会始终在你身边 和你一起分担所有的秘密 谢谢你 莉塔 莉塔 有你在身边支持我 支持与我有关的一切 这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比幸运的人 真的 很谢谢你 莉塔 这是莉塔的荣幸 有兰戴尔大人 有兰戴尔大人 那时我目睹了齐哥菲的身影 我对他 对这个陌生的亲人 有一种别样的尊敬 他孤身一人 背负了太多东西 留下太多的遗憾 又受尽了折磨 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希望 坚信自己会和家人团聚 坚信为了那个明天 他自己要在孤独中乐观地活下去 为了不辜负这样伟大的信念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和Kiana一起 把我们共同的父亲 从那个和地狱一样的地方救出来 到那个时候 莉塔 我希望你也能和我并肩作战 当然 又兰戴尔大人 这可是莉塔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呢 我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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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等于自己也 Не负了 我并肩作战 我并肩作战 尽管 你怎么干的 我不是这么厉害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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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利塔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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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